剛才DJ是見前首相麻山太郎,因為本來是只有半個小時,不過後來講到很深入,講到半個小時,連這個都快遲到 至於講話的內容,雙方講得相當機密,這個就不便在這個地方轉述 主要還是日本、台灣、中國的三角關係,這次還反而沒有講到美國, 就是說這三個國家,比誰應對的態度方法 他有給你什麼樣的建議嗎? 這個 機密的部分就是這個 這個就來講這個,彼此怎麼處理 他有講到就是說,是從經濟方面來切入,還是從這個所謂軍事、國防的方面 因為他之前認為就是台灣的備受威脅的機會是越來越大,所以他也認為日本必須要加強防衛 這個都有談到啦,我當然經濟是本來就在進行,這大概沒問題啦,其他外交跟國防講的比較多 那有特別跟他聊到郭台銘、郭董?因為他們好像在兩個位置在見面 他也有提到郭台銘啦 那大概聊了些什麼? 這個,因為這個涉及個人的評論,我就不好意思在這裡這樣講 現在多做還是要合作嗎? 是正面的評論還是負面的評論? 中性的評論 那有什麼就是,他有什麼是可以透露給大家? 沒有啦,反正大概,他講的是很深入,所以我覺得不方便在這個地方講 給你一些進選上的建議嗎? 這個倒是沒有啦,主要還是日本、台灣、中國的應對關係 外交國防彼此要怎麼合作、怎麼處理 那有聊到說,郭台銘、曾教侯的心情這類的? 他有講一些啦,但是一樣嘛 我們不應當轉述,我們兩個人再討論第三個的話 我想這個不恰當 好,謝謝大家 他有談到台灣的問題,就是日本的問題這類的 有啦,這個都有嘛,因為他們還是安倍派的 日本的自民黨裡面,這個算是他們的自民黨裡面的一個派系 所以彼此,大概安倍首相講的也是他們的基本態度 好,謝謝大家 他們把你要來 Brooke 他們的isl�도 最後一下好了,恭喜哥 該… 我來個小秋月 你說這不好 Y